今天是台灣大賽的第五戰 同一是和中信兄弟的GAME5 我們可以看到台南棒球場這邊 已經有非常多的球迷要進場了 到底是黃山軍能夠順利拋下黃色彩帶 還是獅子軍能夠逼進第六戰呢 大家都等著看 我們第一場就有去週記 然後那個就是後面五六七場我們都有買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決定六七都要 就已經要退票了 因為等一下就要那個拋彩帶了 耶 我們從屏東就是常常都跑去台州看主場 對對對然後台南也一定要到 我們上半季的那個彩帶我們也有在現場 對 非常有自信今天一定會拋彩帶 我們已經彩帶都準備好了 聽說有話想跟麗群主播說什麼 我們今天不會亞軍了 你不要再嗆我們了 我們從台北來的 之前就先買好了 然後就想說一定要來拋個黃彩帶 從G1開始就一直都有到竹場去看 所以我們每一場都有看 我們就是要準備拋黃彩帶 詩琪今天就換你囉 換你來個三分泡吧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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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懷抱著非常興奮的心情 對 當然就是幫兄弟好好的加油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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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就是打算就是最後一次了 對 就是最後一次 等一下就是要拿總冠軍了 對 我只要統一式的球員我都支持 希望我們可以打回週季 然後 逆轉再拿下總冠軍 對 我們最後兩場也是這樣來的 我們接下來 再拿個三場 沒問題 如果今天被兄弟拋彩帶 會傷心 對 就不想要在主場被人家拋彩帶 希望他們可以 打擊會越來越好 然後拿到今天的身體 拿到總冠軍 我看球看比較久 對啊 我也是時鐘的失明這樣 那獅子也很久沒有拿冠軍了 希望 雖然說現在處於獵勢 但是希望 這兩戰可以把它打回來這樣子 對 把戰線延長 對 加油 滿滿的聰明 大家都已經準備好了 到底是統一雄用 還是我抓我驕傲 比賽開始 就知道喔